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到头,中国进入失去的十年。 去年,中国结束了使经济陷入瘫痪的动态清零政策。 人们普遍预期随后会出现一波增长高潮。 在结束社会封锁的五个月后,中国的经济复苏并没有蓬勃发展, 而是出现了断层,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巨大的住房和信贷市场泡沫的破裂。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会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和信贷市场泡沫破灭后那样, 经历一个失去的经济十年?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主要驱动力的时代, 可能快过去了。 今年年初,在通胀严重的美国和欧洲经济前景暗淡的背景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许多市场分析家预计, 中国经济重新开放将为全球经济提供急需的支持。 在消费者支出预期大幅反弹的带动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经济增长将从去年3%的数十年低点回升到今年的5.2%。 可惜的是,这似乎并没有发生。 最近一系列令人失望的中国经济数据, 包括零售销售、工厂订单和进口, 都表明中国政府将难以实现其5%的经济增长目标。 也有迹象表明, 中国一些主要的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履行债务义务, 中国青年的失业率已经上升到令人担忧的20.4%。 对于那些一直关注中国房地产和信贷市场泡沫破灭的人来说, 中国经济在结束社会封锁后, 显然无法恢复其过去的快速经济增长路径, 应该并不奇怪。 尤其是考虑到这些泡沫的规模, 超过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失去的经济10年之前, 以及美国在2007至2009年的经济衰退之前的泡沫。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 自2008年以来, 中国非公共部门的信贷增长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00%, 令人震惊。 同时, 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中国一些主要城市的住房价格与收入之比, 已经超过伦敦和纽约的水平。 任何怀疑中国住房和信贷市场泡沫已经破灭的人, 只需要回忆一下, 去年恒大和其他20家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发商一起, 出现了债务违约。 他们还可能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 即中国的住房价格在过去12个月中每年都在下降, 而且由于土地销售急剧停滞, 一些主要的地方政府现在在偿还债务方面遇到了困难。 这并不是说中国可能会经历一场由住房和信贷市场崩溃导致的美国式萧条。 而是说中国政府为支撑住房市场和陷入困境的地方政府所做的努力将使经济中最具生产性的部门几乎没有可用的信贷。 这反过来又有可能使中国经济迎来一个失去的十年, 就像1990年代的日本一样。 中国经济十年可能消失的一个有利条件是, 我们不再需要担心中国会吃掉我们的经济午餐。 就像之前日本在1980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一样, 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深陷泥潭。 中国经济长期放缓的另一个好处是, 美国可能会以国际商品价格下降和中国出口价格降低的形式, 获得急需的通胀缓解支持。 这可能会让美联储放松对新发现的货币政策的信仰。 关于作者,德斯蒙德·拉赫曼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他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和审查部的副主任, 以及所罗门美邦的首席新兴市场经济战略家。